北京时间7月15日报道 在跟随比利时国家队战胜迎格兰之后 维克塞尔也以相对体面的方式 完成了自己的此次世界杯比赛任务 俄罗斯之旅的不俗表现 让蓬蓬头的人气激增 而在拿到世界杯铜牌之后 也让这位天津权健的外援 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 虽然世界杯季军争夺战看似有些鸡肋 但马丁内斯还是派出了几乎全主力出战奔场比赛 维克塞尔也自然位列其中 结果整体实力更胜一筹的比利时队 2比0战胜了英格兰队 在收获了一位世界杯奖牌之后 也创下了本国征战式戒杯的最佳战绩 维克塞尔作为比利时国家队的绝对主力 毫无疑问是球队创造队史的重要成员 而能够拿到世界杯铜牌 对于天津权健来说 也算得上是一份可喜可贺的荣誉 相比于身旁一个个效力于欧洲顶级豪门的队友 仅仅来自于中超赛场的维克塞尔 确实不能算是比利时国家队的焦点 但他仍然用自己在中场的出色表现 支撑的球队前进 正是得益于自己在世界杯赛场出色的表现 维克塞尔不仅再次获得了多加来自于五大联赛球队的关注 而且还让他个人人气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最为直观的就是其社交平台的个人账号的粉丝数量增加明显 他也说过了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持者 毫无疑问从世界杯回来之后的维克塞尔将成为天津全舰 向着中超联赛 甚至亚冠联赛冠军发起冲击的关键环节 尽管这个夏天希望得到这位比利时主力国脚的欧洲俱乐部不在少数 但手握合同的天津全舰 并没有出售捧捧头的任何打算 所以维克塞尔也可以继续留在金门杯全舰贡献自己的能量 而对于维克塞尔本人来说 德卢斯之旅难免留有遗憾 不过四年之后的卡塔尔 他仍然还有圆梦的机会 暴文龙